演员张丽阳13号在戏剧杀青宴上饮酒狂欢 凌晨时分回到位在永和的住处时 竟然情绪失控 跑到楼梯大吼大叫 还敲打邻居家大门 惊动警方到场处理 当时袁景和他的女性 有人都不断地向他劝说 但他屡劝不听 袁景只好将他上铐带回保护管束 而张丽阳事后也发声明表示 做了不好示范 感到懊悔和抱歉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